5月9日一大早 八卦媒体就分享了 杨子秦俊杰两天前 也就是5月7日低调聚餐的画面 当天晚上 秦俊杰一身黑色的衣服现身横店某饭店门口 扫码进入饭店半个小时之后 杨子也现身了 杨子打扮得很低调 戴着棒球帽跟口罩 扎着低马尾 话说杨子头发又流长了呢 陪同杨子的还有助理 两人在饭店门口登记后一起进入饭店 聚餐结束之后 秦俊杰在助理的陪伴下走出饭店 身后穿白色衣服的助理拎着袋子 像是吃不完打包的食物 秦俊杰离开半小时之后 杨子也出来了 杨子被助理搀扶着走出饭店 这下可以看清杨子的穿搭了 白色印花卫衣搭配着黑色休闲裤 青春有活力 他跟秦俊杰相差半小时进出饭店聚餐 是复合了吗 秦俊杰曾是杨子唯一公开过的男朋友 但是两人没多久就分手了 其中还因为张雪莹的胡辣汤事件 被猜测是不是因为有了第三者才分手的 不过杨子否认了这一说法 如今两人分手快四年了 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殷戏生情 现在两人都在横店拍戏 这样谨慎的聚餐是再续前缘了吗 话说杨子跟秦俊杰被拍到聚餐的当晚 杨子晒出了一组自拍照 配纹横店的下班生活 杨子自拍时穿的衣服也正是跟秦俊杰聚餐时穿的那些衣服 只见杨子披散着长发 对着镜头摆出各种pose 或淑女或活泼 看得出杨子心情超好 穿着印有小兔子的胃衣 让杨子也多了几分可爱 秦俊杰当初跟杨子分手之后 因为胡辣汤事件 口碑一直欠佳 在事业方面 显然比前女友杨子更出色一些 若是两人复合 大家会支持吗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